嗨,你好吗?我是Vivian 清明上河图举世闻名 但是可能很少有人仔细观赏过它 至于里面藏着的众多秘密 大家就更不得而知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幅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的清明上河图中 都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秘密 现藏于故宫的宋本清明上河图 画幅长度是5.28米 宽2.48米 但是从明代开始 就不断有人推测原画应该是更长 现存的画作被人裁剪过 画幅左边应该延伸至便凉城内 甚至穿城而过 直到城西的金明池 但作者张泽端早就在画中留下了一个密钥 以证明画幅的原长确定是5.28米 这个密钥藏在画面的中央 是由便和和红桥构成的一个X 这个X的交叉点正是整个画面的中心点 正好将画幅平分 X两边的画幅又各有一个中心点 分别是两座建筑 左边是一座城门 它是城内和城外的分界点 右边是一间茅草屋 它是均匀区和郊外的分界点 三个分界点设置极其严谨 使整个画幅正好平均分成四段 城内城外南岸和北岸 从城中闹市直到城外郊野 完整描绘了变凉的繁华全景 两边如果再继续延伸 向城内接景难免显得重复 向郊外就只剩下田野树木 又会单调多余 所以猜测原图更长 是没有看出张泽端的严谨布局 和精妙的构想 千余年来 此画声名显赫 受到历代画家的喜爱 依然出现了许多仿本 最著名的有明代球鹰 以及清代宫廷画家仿座的 清明上河图 然而宋版的清明上河图 身上仍然有无数的谜团 图画中也隐藏着众多的秘密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一件艺术品来欣赏 显然会错过很多东西 表面繁荣祥和的北宋汴京 却是危机四伏 正所谓山雨欲来丰满楼 接下来就让我们近距离的看一看 这幅旷世名画 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首先我们先从郊外看起 这里是一队官家到郊外踏青的队伍 一顶轿子上插满了柳枝和花醋 这正是北宋清明节的时尚范 轿子前头一匹白色的官马受到惊吓 脱江狂奔 白马前方是一头受到惊吓的黑驴 周围的人们顿时惊慌起来 一个老爷爷在叫自家的小孙子赶紧过来 别被风马踩到了 这一幅惊心动魄的场景 为整个画卷奠定了一个危机重重的基调 受惊的黑驴 它上方的建筑叫望火楼 是当时汴京重要的消防建筑 观测周边地区来预防火灾的发生 消防是当时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汴京绝大多数建筑都是专木结构 北宋期间发生过40多次特大火灾 死伤者不计其数 面对生死攸关的大事 朝廷特意建了9米多高的望火楼 派人24小时职守 楼下官屋中驻扎着众多的消防兵 然而望火楼此时却无人职守 楼下的兵营也改成了饭馆 北宋军队从事商业活动已经愈演愈烈 这加剧了军队的腐败 沿着汴河停靠着很多草船 里面装载着大量的粮食 有些更是可运载万诞粮食的大型草船 可见所有者的资本相当雄厚 但问题是 这么多船之中却没有一艘是官船 据史料记载 凡是有粮食的地方 一定会有官员在场监督 但是整个话卷中 没有一个都粮官和兵族在场 到处都是商人在私自购粮 运粮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朝廷正在失去对粮食市场的控制 几年以后 东京变粮地区的粮食价格涨了四倍 这里 货主正在得意的指挥故宫谢粮 这里是监工向利夫发放千筹 以计算薪水 这里是粮食运到了 船主邀请同伴到酒店里饮酒作乐 拱桥是画面的中心部分 也是整个画卷的高潮所在 一艘客船马上要通过拱桥 然而船上的桅杆却还没有完全放倒 桥上和岸边的人很多都在大声惊呼 有的船工在极力滑奖对抗急流 还有的集中生智 用长杆抵住桥身 桥上的人也都纷纷扔下绳子 试图救援 这里有几个不合理的细节 第一 和尚视野开阔 为什么船工没有提前看到桥梁 预先放下围杆 第二 两岸数百人 桥上更有人在桥栏边观赏和景 为什么他们也没有发觉 第三 船顶上有一个妇人 正在挥手喊叫 他身边站了一个小孩 船虽然陷入危机 但是还不算严重 倒是小孩却有掉入水中的危险 作为母亲 为什么全然不顾孩子的安危 难道是画家故意为之 他将北宋 比喻成这艘客船 逆水行舟 而船上众人玩乎职守 因此陷入了重重危机 北宋国内腐败不堪 方辣 宋江 相继起义 边境辽国和西夏的威胁没有解除 女真 又崛起于东北 宋徽宗19岁继位 太后垂帘听政一年 船上的女人和小孩 似乎就是在暗指宋徽宗和太后 桥下危机四伏 桥上也是矛盾重重 文官五官狭路相逢 互不相让 斩臂挥拳 似乎一场斗殴即将发生 按照北宋的惯例 五人见到文官必须恭敬避让 然而这种格局已经改变 双方各自争权夺利 尔虞我诈 其实拱桥的宽度足够双方同时通过 但是当时北宋亲接的现象日益严重 朝廷屡禁不止 造成了交通拥挤 道路不畅 商铺甚至摆到了拱桥之上 造成桥面拥堵 这里是一座雅鼠 门上装有五排门钉 表明这座雅鼠的品级是比较高的 然而门口的兵丁却无所事事 看天睡觉 还有人可能嫌天气太热 竟然脱去了外裤 只穿了一个红色的裤头 军纪的涣散政务的腐败可见一斑 北宋的新旧党之争日益激烈 政治斗争残酷 官员内耗非常严重 宋徽宗上位之后 重用新党首领蔡经 罢免旧党 严禁收藏和拜读苏氏 黄庭坚等旧党人的文集 话中的车夫 正在把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 当作善部 包裹其他书籍 推到郊外销毁 蔡经为人艰险狡猾 致使忠良相继遭到迫害 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画卷左边 中央位置是一座城门 然而城门大开 城楼之上却没有士兵把守 只有一个小官吏 已在栏杆上看风景 北宋开创性地打破了户籍制度 国民可以自由迁徙 在一个地方定居满一年 就可以入籍 这洞开的大门象征着北宋社会的平等 宽松和自由 但同时也预示着危机 一旦敌军临近 汴京将不攻自破 城门内外几头骆驼贯穿门洞 即将扬长而去 领头的是一个胡人模样的人 这里有两个疑点 第一 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 人口过百万 按理说 各地商人离开这里 都会大包小包 尽可能的多装货物 然而这位胡人的骆驼背上 除了一些杂物和书籍 并没有其他东西 这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 汴京富甲天下 其他各地来这里做生意的人不计其数 然而整个画卷 除了不设房的城门处 出现了骆驼和胡人 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 这两点是否也是画家有意为之呢 他到底在向宋徽宗暗示着什么 北宋后期 各方势力都对北宋蠢蠢欲动 很多密探间谍都频繁出入变量 刺探军情 画家似乎在暗示 小心间谍 人可以自由进入城门 货物却不行 城门内的右侧 有一间小屋是睡棺 所有进城的货物 必须先在这里验货交税 门外的税务官指着货物爆出了税金 结果高昂的税金 引得一个人张大了嘴巴 嚷嚷起来 吵闹之声 又使得楼上的耕夫向下张望 酒患成灾 也是东京变量的严重社会问题 在孙阳正殿旁的这个小屋 原本是消防站 现在已经被改为军酒供应站 军队要备酒过节 几个准备押送酒桶的士兵 正在检查武器 大概刚刚喝完了酒 所以光着上身 耀武扬威 画家里出现的士兵 都是懒洋洋的 只有这里的 却是精神抖擞 在酒店的拐弯处 两辆马车飞驰而来 前面还站着 没有来得及躲闪的行人 这两辆马车 很有可能 就是御林军来运酒的专车 所以敢于在闹市中横冲直撞 清明上河图 表面上一片繁荣景象 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细看之下 却会发现 实则是危机四伏 如果只是以 欣赏艺术品的角度 来欣赏画卷 显然各位会错过 暗含在里面的很多玄机 宫廷画家张泽端 原本是以画为鉴 希望艺术家皇帝宋徽宗 能够从鉴如流 然而 也许是画中的暗语过于隐晦 也许是宋徽宗 故意视而不见 他真的就把清明上河图 当作一件艺术品来欣赏 并用他创造的寿金体 亲自在画上提写 清明上河图五个大字 几年之后 金国入侵 放火烧了汴京 卢走了徽宗亲宗 北宋灭亡 史称 靖康之难 但也因此 有了后来的郭靖阳康 还有只有心中永远的女神 黄荣 宋徽宗在靖康之难时 妃嫔共计143人 儿子38人 女儿34人 在被俘之后 他又生了6个儿子 8个女儿 可见 宋徽宗是一个非常贪图享乐的人 民间流传 说宋徽宗十分喜欢青楼女子李诗诗 后来为了方便和李诗诗约会 他竟然在皇宫和妓院之间挖了一条地道 宋徽宗爱好甚多 他是画家 书法家 诗人 词人 他还擅长古琴 促居 并且自创了著名的书法兽金字体 很多人评价他 诸是皆能 独不能为君儿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隐藏在画间之中的危机和矛盾 下一集影片中 大家将会看到 一千年前 北宋百姓的风俗民情和衣食住行 竟然和我们如今的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 比如外卖小哥 美容店 脚店 奶茶店 以及有着多种经营项目的大酒楼 同样非常有意思 大家记得收看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就是这样 祝你愉快 下次见 这点片子也不行 我没有说不行 那我还说喜 能不能给你证一下 对不对 现在这鞋都行不行 行可以 手机 到你手里玩 我 谁丢了 谁新买的手机丢了 给老到你手里玩 哥你没事吧 两边 如果 看你这 大学生写的玩意 小学生给你证 丢不丢的 像城内 街景 难免显得重复 像郊外 就只剩挺 人家就是这样念的 没看明白吗 没有文化 但是呢 当年 当年也让你戴 观众们来看着看着 下一条 对啊 一旦离近 一旦敌军离近 一旦敌军离近 敌军临近 一旦敌军离近 一旦敌军临近 太难了 开我玩笑的你 是开我玩笑的吗 这真没路啊